修斯多火箭队和菲尼克斯太阳队之间,有着说不清的关系,两队之间的交易总是时常发生。 这个休赛期,太阳就给火箭送了温暖,接下了莱恩·安德森的上誉合同,同时送出克里斯·奈特给火箭。 北京时间10月9日,太阳队对阵勇士队的比赛中,太阳队13名出场的球员中,有5人都来自火箭,首发3号位,是17-18赛戒结束后,以自由球员身份加盲太阳的阿里加,合同了一年1500万美元。 阿里加的职业生涯开始于尼克斯,后又辗转魔术,成名于胡人,并在胡人夺得了总冠军,随后他加盟火箭,但一个赛季之后,他又到了黄蜂,七彩,以此到15赛季重回火箭。 本场比赛,阿里加得到17分4助攻3场段,3分球8投4中,以其到18赛季来到太阳岛,还有莱恩·安德森和德安东尼·梅尔顿。 安德森虽然速度慢,是防守黑洞,但是在常规赛期间,他还是可以拿来用一用的,毕竟像安德森这样的高炮台,联盟里不是很多, 季前赛期间,安德森一直在太阳有稳定的出场时间,本场比赛他三分球7中4,拿到18分5篮板,梅尔顿,是火箭队在2018年次轮总四十六顺位选中的球员。 火箭队非常重视他,想把他着力培养,但为了送送安德森,不得不搭上了梅尔顿,太阳正是看中了梅尔顿的天赋,所以才答应了这笔交易。 很快太阳就和梅尔顿,完成了两年230万美元的合同,梅尔顿是矮状型后卫,力量十足,封盖能力很强,本场比赛,他终于登场,出场十分钟贡献8分2篮板一封盖,在太阳阵中,还有两位火箭九将,三分射手特洛伊威廉姆斯,虽然个子小,防守差,没有丰富的进攻技巧, 但是就凭借一手精准的三分,特洛伊就在NBA站稳了脚跟,他曾在很多场比赛中投中绝杀球,有大心脏,本场比赛,他得到7分2篮板一助攻,空球后立尹赛亚卡南,2013年次轮第四胜位被火箭选中,在火箭效力过两个赛季,后转投费成76人,17到18赛季 一层重回火箭打了一场比赛,然后先约太阳,他男士小钢炮行球员,可惜总是在要发挥时受伤,丧失机会,本场比赛他拿到7分2篮板5助攻,这5名火箭就将,和立凯效53分,是太阳战胜勇士的关键, 从大前方,小前方,得分后卫,控球后卫,火箭是内外线,首发气部群赠送,不过话说回来,火箭也有不少太阳就将呢,主教练德安东尼,杰拉德格林,PJ坦克,克里斯,奈克都曾效力于太阳队,休斯顿太阳队,非尼克斯火箭,傻傻分不清楚。